南投縣 信義集集 新民數位集會中心 為了協助在地小農的特色推廣 日前舉辦集集一日遊的活動 希望能夠藉由三個數位中心的串聯 共同發想小農產品不一樣的行銷方式 本次舉辦這個佐水溪辦3D連線 最主要是信義 集集 新民 數位集會中心 三個數位集會中心串聯所舉辦的 因為都是在佐水溪的一個流域上 而且是由上游 中游 下游這樣所形成 所以我們就是想了一個名字叫3D連線 希望可以把數位中心 以在中投這個地區 可以開創一樣比較不一樣的一個行銷方式 那希望可以讓我們的DOC更長久 集集一日小旅遊的活動 也安排了三郊歷史文化館進行參訪 並且也希望透過香蕉冰淇淋DIY的體驗活動 加深對在地農產品的認識 那這次選定在我們集集鎮的參加歷史文化館 主要是因為他們是在地的農友 組成了一些在地的體驗活動 結合地方的產業的一個特色做一個一日游 尤其今天對我們產業合作畫出了第一步 跟我們香蕉文化歷史文化館 來做香蕉冰淇淋的DIY 受到我們所有遊客一致的讚賞 尤其採取最新鮮的當季的香蕉 那種香蕉、香蕉、二車、簡單易學 做了以後就是賦予它附加的一個價值 業員陳昭宇表示 透過深度旅遊的體驗活動 以及各地區的參訪交流 有助於提升彼此的特色發展 我相信透過這種深度的旅遊DIY的活動 絕對能夠將我們深度旅遊的旅客 留住它的位以外 也能夠將他們整個心得 在我們數位中心裡面都能夠加以來傳播 透過各種特色的一個結合 像配合積極的香蕉 然後新鮮還有我們信義的梅子等等 他們在地的一個特色 大家互相參訪的一個交流 我相信我們數位中心能夠責武旁貸 為我們地方的產業盡一分的心力 這是指日可待 信義集集新鮮數位集會中心 期盼透過參訪及DIY體驗活動 深度認識在地的農產特色 以及協助推廣小農產品 竟然火弱地方的經濟 每一新聞紅蝦宴集集採訪報導 好 好 好